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夏经纬 以中文威胁为借口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的联盟奥库斯又闹出了新花样 三国发表联合声明称 将合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 旨在帮助美国及其盟国应对中国快速军事扩张的三边安全协议 美方还重申了对奥库斯协议 即保持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 然而多家西方媒体在报道中都提到 目前美英澳三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制领域处于落后状态 五角大楼承认 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方面取得了飞跃性发展 中国已经对这些导弹进行了数百次实验 远远超过了只进行了十几次实验的美国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 和太空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蒂金森近日接连表示 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加强太空和网络领域的合作 部分原因是担心中国高超音速武器 蒂金森强调 识别跟踪和防御这些高超音速武器的能力是关键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必须在这方面投入更多 而澳大利亚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更是威严怂听称 中国测试的高超音速导弹对澳大利亚构成了生存威胁 他们发射后只需14分钟就能达到悉尼 此前俄罗斯在3月19号使用匕首高超音速武器 摧毁了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弹药库 标志着高超音速导弹首次投入实战 当前高超音速武器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巡航导弹和助推滑翔飞行器 他们通常具备双重能力 意味着可以携带常规弹头或核弹头 从空中海上或陆地的不同平台上发射 这种新概念武器正在改变各国战略防御计划的方式 首先他们的飞行速度非常快 对手从探测到导弹发射 到必须决定是否进行报复的间隔 可能只有几分钟 几乎没有办法知道该导弹是否装有核弹头 其次高超音速导弹可以在飞行中 以非常高的速度机动 尤其是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轨迹 非常难以预测 至于轨迹相对固定的传统弹道导弹 竟然不同 使得拦截变得极其困难 尽管五角大楼正在推进一系列高超音速武器项目 但他们的进展并不顺利 美国在3月中旬成功试射一枚 AJM-138A高超音速导弹 但这已远远落后于计划 很难如期在明年部署 美国空军官员承认 尽管2023彩年军费预算大增 但其中并未规划关于AJM-138A导弹的任何研发 以及采购资金 暗示美国可能已经放弃了该导弹的后续研发 在奥库斯三国联盟中 澳大利亚的技术实力作为薄弱 但它对高超音速武器却有着特殊的要求 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远离大陆 想要积极干预包括台海在内的地区局势 对武器装备的作战半径就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因此 无论是在此前 英美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 引进美制远程导弹和加油机 还是这次联合研制的高超音速导弹 都必须突出射程 据报道 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有了一个高超音速武器计划 这个代号为 南十字型综合飞行研究实验的武器项目 属于固体火箭助推 F-35A吸气高超音速常规巡航导弹 该项目于2020年11月正式启动 预计导弹的最大速度在5倍音速以上 适合从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咆哮者电子攻击机 F-35A隐形战斗机 或P-8A反潜巡逻机上发射 最快将在5到10年内服役 武器大楼表示 该计划旨在联合研发吸气式高超音速技术 并将其发展成经济上可承受的全尺寸原型 提供灵活的远程能力 澳大利亚国防部宣称 该导弹是对太平洋地区潜在侵略者的威慑 但是这种导弹属于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远没有助推滑翔式高超音速导弹那样技术成熟 而相比美国与澳大利亚 英国目前连成型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都没有 甚至还未最终确定是集中资源用于研制高超音速武器 还是用于针对性的防御系统上 总而言之 美英澳合力研制高超音速武器对付中国 听起来很吓人 但仔细分析就知道 纯属是政治商车大戏 实际效果很可能是1加1小于2 毕竟美英澳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技术 需求都不一致 过往的无数次惨痛教训证明 这样的联合研制结果 要么是干脆的项目失败 要么是谁都不满意的平庸之作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美英澳三国借口乌克兰危机 打着维护亚太安全稳定的幌子 大张惜苦的宣称 美英将向澳提供核动力潜艇 三国合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等先进军事技术 这不仅加大核扩散风险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也更加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 破坏亚太和平稳定 亚太国家对此要高度警惕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